大家好,歡迎回來D640和D641的烏克蘭晚間戰報 說起這幾天小弟有點不舒服 有些神秘的病毒攻擊到現在都找不到原因 所以停更了好幾天,都是相當抱歉 所以我們盡快將戰報呈現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資訊 我想在過去兩天,即D640和D641來說 最重要就是俄羅斯在11月25日當晚 發動了至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 總共發射了75架自殺式攻擊無人機 針對首都基庫及其他地區 主要我們相信是針對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 隨著冬季天氣開始,俄羅斯也嘗試針對烏克蘭平民 也再次破壞烏克蘭軍民的士氣 也根據烏克蘭空軍的說法 這75架無人機主要針對幾乎不同地區 其中第一架,在星期六凌晨時已經抵達了 接著有很多其他,在接近黎明時分 更多的無人機攻擊,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以夜襲的角度 人來說,在3點後,例如3點、4點、5點這些時間的襲擊 往往是人類,即是免疫系統 或者整個警戒系統是最鬆的時間 所以大家會發現,夜襲也很多時在這個情況出現 幾乎的控襲警報,總共持續了6小時 今次我們講到75架無人機 烏克蘭的報告是擊毀了74架無人機 雖然擊毀了不少無人機 但碎片都會對附近居民製造到一定的傷害 今次我們講到幾乎的無人機攻擊 似乎造成了5人的受傷 但受傷的數字可能會提升 暫時沒有收到死亡報告的情況 基庫市長亦在TG上寫 受傷的當然包括小朋友 一位11歲的小朋友 當時在託兒所,碎片擊中,然後著火 很可能會導致小朋友受傷 在這個無人機襲擊之後 亦令到基庫當晚 差不多有200棟建築物立即停電 當中有77棟屬於住宅大廈 講到今次被攻擊的無人機 75架裡起初有71架被成功擊落 後來發現修正了74架被擊落 其中有66架其實就在基庫的附近 被擊落 所以其實無人機未必針對的目標 一定是基庫 可能就是我們常常說 就是由俄羅斯的南境 向著烏北這邊插過來 然後向烏克蘭各地進行攻擊 除了無人機之外 可能亦有其他防區外的防空飛彈 去攻擊 包括一個叫KH-59 我們跟大家討論過這一種 空對地的飛彈 攻擊俄羅斯附近的地區 但最主要 都仍然是我们說的SHA-HID-131 SHA-HID-136 這些無人機的攻擊 都是最為普遍的 提及今次的無人攻擊,除了基庫地區 亦有對蘇梅、紮波羅烈、尼古拉耶夫 其他地區都有進行零星攻擊 但今次有趣的是似乎在無人機上 不是以往我們見到白色的無人機 似乎上面有了一些黑色 這跟以往是少見,連保護色也有了 也有明顯地要加強引申效果 主要是低下視覺、顯眼情況 如果用探照燈時,去射 理論上是比較難發現 而這種圖料還未清楚 究竟他有否一種鋁達吸波的特性 即是可以將鋁達的波長吸收某部份 可以令到雷达波回射能量减弱 从而令到乌克兰未必可以在远距离 就能够侦察到这种无人机 暂时仍然无法证实到这种雅色的 这种黑色的油漆 即是它的来力 究竟会不会有这种吸波涂料那种设计 这次的攻击对乌克兰来说 我相信伤害性比想象中算低 但始终防御来计 现在都只是算是冬季的第一浪 接下来应该仍然有更多无人机 应该会出动攻击 而在附近 我们讲到乌克兰的防系统里面 他们会有包括一些高度机动的 pickup truck 上面会有重机枪 会有高射炮等等 去拦截一定的无人机 之前说过猎炮等等 但就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有猎炮等等 这种情况 anyway 相信今次这个攻击 亦都是伊朗Sahid的无人机 基本上现在进入了 乌克兰的境内 使用已经十几个月了 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质的改示 包括它会由螺旋掌改成为喷射引擎 其实将来会对乌克兰的防御更加困难 因为它能够高速突防 所以它拦截它的时候 那个窗口会更加短 感觉像一个小型巡航飞弹那种攻击 这个当然我们会继续观察 即是乌克兰它们会发展一些什么武器 去对付现在这种无人机 当然另外它们怎样去保护一些重点的能源基础设施 这个也很重要的 因为去年它们的能源基础设施 就是因为大量被攻击 所以变成了当时受影响的灾民很多 令到当时乌克兰都是文不聊生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之惨情的情况 所以都希望今次不会变回有几百万人 又在停电的生活当中断水、断电 现在亦都增加了 例如我们说到NASEMS、IRIS-T等等 包括从德国、从美国 投入更多房系统的资源放进去 所以新一轮 即是我们说冬季的无人机的消耗战 很可能又会再次出现 当然用一些极平价的无人机 如果去对抗NASEMS、IRIS-T 当然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始终我们说到导弹 随随便一支导弹 十万、几十万美金 甚至乎一百万美金起跳 如果对付无人机 相当不值得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例如说铁穹系统等等 其实仍然是乌克兰今次做房系统来说 一个应该是最好的伙伴 当然了,以色列现在这一刻 肯定不可能帮到乌克兰这个情况 我们尽管再看看 去到2024年的时间 究竟乌克兰和以色列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交易 可以输入到 例如美国从总滑船 可以扣入更多的Iron Dome 和铁穹系统去帮助 乌克兰去防御他们 更加重要的基础设施 以及一些军事的目标